你们给我乖乖地回老家 要是还想我给你们养老 就给我乖乖地待在家里 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 儿子来 儿子你别生气了 妈真的知道错了 妈再也不来 叫活这些事情来 你就让俺和你爸 住在这儿行吧 其实来 俺们也不是故意要去闹的 对了 是这个女人来哭诉来 求俺们去给小罗 祝辞公道 都是这个女人 杨春花一下子 就将手指指向了 旁边站着的刘燕 亮哥 我就是 我就是看着我们家小乐 觉得委屈 你看这些宴会上的人 都围着丽锦川 明明我们小乐 才是宴会的主角呢 他们怎么不多 疼到我们小乐呀 疼你们小乐 刘燕你脑子里 是装了星辰宇宙吗 你怎么这么敢想呢 我们锦儿是什么身份 在我们面前 无论是从血缘上 还是亲书上 怎么都轮不到你那儿子 排在我锦儿的前面 怎么就排不上我们小乐了 怎么 他立即是公主不成 就算是时光倒推到封建社会 那妃子生下来的儿子 还继承皇位呢 你在这里给我掰扯什么 亲书血脉 他陪缘 又没有儿子 刘燕 再让我听见从你口中吐出我阿元的名字 老娘弄死你 你和我阿元比 你配吗 你要和我扯古代是吧 那你给我听好 就算是在古代 妻妾吃饭尚且不同袭 妾 那就是在旁边端茶地水 伺候欺的奴婢 为奴为仆 况且 你就是个连妾都算不上的贱骨头 张言甩了甩自己的手 冷笑着 看着力量 你看着处理 如果你还想留在A室 就尽早把这个垃圾从我面前清除掉 三位 先回去吧 明天我会给你们三位 一个满意的答复 等好不容易 他们三人走了 力量一把就抓起刘燕头发 你个贱货 你知道你今天 毁了一件多大的好事吗 愚蠢的女人 愚蠢